我突然發覺有些口癢 有些小小肚餓 我發覺我整個studio 有很多東西吃,包心刺肚 但第一,它都是貨 我們無論如何吃包心刺肚 第二,都吃得厭 再是這樣吃 看看自己的panchy 只有含糕 杯麵很多 餅,只剩下最後一包 三塊,這樣的餅 所以各位網友 如果相開來 又打算買東西吃給我們 即是你不打算就不要特別買 打算買東西吃的 又不要買炸雞腿 古種味蛋糕 那些是用來擺 有時候你們不在 就用來丟 沒有人拿 尤其是炸雞腿 我們C1出口有個比摩 炸雞腿這麼大 你買幾隻上來 一吃下去很棒… 我心裡說熱氣到 你馬上吃了 兩瓶桂苓膏也搞不定 那些東西很熱氣 吃下去感覺很熱氣 就像家鄉雞一樣 大家去考慮 假如真的要買東西上來 就買點餅乾 忌廉斑那些也不好 又不要太多 因為留點錢 如果我們不在 可以進給我們 拜餐的時候 但那些有限制很多 來來去去去 那些煙子也不可以吃萬寶路 朱古力M&M也不行 它不是指定的 尼補道 有指定的糖 不是叫糖 不離譜 能有指定 一向都是 這件事問他們的老朋友 麥犀哥最清楚 去買過這個探監用品 探監用品是一門生意 好了 用Sweet TV 不過Sweet TV都賣光了 但是美洲國家杯 要吃著早餐 但是正所謂 每逢深宵總是餓的 我們平時你說如果 看下這個歐洲國家杯 覺得肚子餓又怎樣 最簡單的 當然是上來我們 啤梨晚報 買一些包心刺肚 包心刺肚 也會 對 牡丹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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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蝦不是牡丹蝦 但是牡丹蝦 牡丹蝦 就是金湯蝦或者紅蝦蝦 或者佛跳牆回去吃 我輸得最金 那天輸了350元 OK 那你已經足夠買一個金湯蝦 很好吃 就不爭在 如果贏的話 就更加不爭在 或者甚至乎 昨天父親節 我真的沒有空 為甚麼 因為那些人不停發訊給我 發訊給我 發訊給我 為甚麼恭喜我父親節快樂 首先有個女網友 恭喜我父親節快樂 那我覺得 咦 難道你覺得我是你的父親 我還覺得你是美女 還在想一下 是否追求你 誰呀 但是其實是說笑的 最多的網友就是 WhatsApp他們在吃甚麼 那有些網友 就吃 很難吃吃 兩口鮑魚 昨晚才開 然後就放一些拌 一看就知道那些 不要說垃圾 那些 罐口鮑魚在旁邊 七星半月又有 有人吃刺 那家人很開心 就吃 有人吃盆菜 有人吃羅宋湯 羅宋湯來做父親事 沒所謂的 最重要是 其實羅宋湯五十九元 很久沒說 其實真的超值 超好飲食 十碗 不是開玩笑 那你說 這樣會不會太過heavy 不要緊 好了 因為這個專題 就是馬力 我們老龜龍龜鈴糕 OK 用料堅啪啪 吃完就知道了 總之 又是 撿不到 有六勾的 我們有原味薄荷和桂花 三樣味道都齊 鬆禮至鳳 都真的一流 當然 先講講波